中美关系已经实力一味 要想跟中国元首会面并不是那么容易 今日中美这两则消息引人注目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拜登在上周五的电话中 提议在10月的G20峰会上见面会谈 但遭到拒绝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此表示 报道描述并不正确 而拜登被记者问到是否感到失望时也否认 称这件事不是真的 但英国路透社指出 尽管白宫方面坚决否认 一名作检要汇报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说 这个报道是正确的 中方暗示 首先必须改善美中关系的基调和氛围 金融时报援引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 拜登当时提出的峰会 是极种可能性之一 拜登没想到中方会立即作出回应 这则消息 美方没有否认在9月10日提出 中美援手在10月的意大利纪20峰会上见面会谈 但事实上这件事中国没答应 9月15日 中方的回应来了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称 拜登在10日同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 曾提议举行中美援手峰会 中方对此取何立场 赵立坚表示 我能告诉你的是 9月10日 习近平主席音约同拜登总统通电话 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 进行了坦诚 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 双方一致认为两国援手就中美关系 和重大国际问题深入沟通 对引领中美关系正确发展非常重要 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 中方就没谈这件事情 但话里话外透露出一句话 中方愿意谈 可以谈 但美国要确实拿出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来 没有诚意 没得谈 之前在6月6日 日内瓦拜普会之后 沙利文就抛出了中美元首可能会在 意大利纪20峰会期间会谈的消息 一般认为普京都和拜登会面会谈了 中国也会紧跟 世界外交又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可是中国并没有做出回应 而是说了一句很硬的话 中美元首能不能实现会面会谈 要看美国有没有诚意 如果美国还是敌视敌对中国 会谈有什么意义呢 6月6日后 美国贸易代表 财政部长 商务部长 国务卿布林肯都密集给中国打电话 就经贸问题进行紧急磋商 副国务 清舍曼和气候大使克里也相继访华 为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探路是谁 因为下面的人只能谈具体的问题 中美关系的重大问题还需要两国元首来确定 9月10日印美方邀请 中美元首实现了通话 谈得相当坎诚直率 但中方并没有答应G20峰会元首见面的建议 道理很简单 先做做看 到时候再说 这是表示出了对美方的极大不信任 果然刚通过电话 说无意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 日本自卫队七艘军舰就以躲避台风为由 通过了台湾海峡 美国也放风要将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 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美国议员又要访台 美日还要驻台重返联合国 中国的回应也非常强硬 解放军战机再次在台湾西南空域驱立美国军机 解放军正在酝酿战机巡航台湾上空 对于台湾在联合国博出位 中国直接点了美国和日本的名 我认为这次中美元首通话 透露出三个重要信息 一是都认同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都是世界性大国 但自特朗普上台之后 美国为了打压遏制中国 制定了反华的政策 把中国当成对手来对待 这使中美关系遭遇了严重的困难 拜登上台之后 继续执行特朗普错误的反华路线 召集盟友开会 调集军舰到中国海空域炫耀武力 春旭以所谓的实力地位 逼迫中国屈服和妥协 拜登上台 中美之间经历了半年多的激烈斗争 终于使拜登认识到中美关系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拜登的这个战略判断来之不易 二是都强调两国没有理由 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 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 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 中国领导人指出 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 攸关世界前途命运 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事迹之问 中美合作 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 中美对抗 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 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 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 拜登表示 美中如何互动相处很大程度上 将影响世界的未来 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 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美方愿同中方开展更多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 确定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 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 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 三是中美元首双方一致认为 中美元首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深入沟通 对引领中美关系正确发展非常重要 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 将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话 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 总体上来说 拜登这次电话打得有点意外 而且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与判断 与中国日趋一致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原因 一是美国十月份 财政面临重大危机 拜登突然给中国领导人打电话 不是好事 美国财长耶伦9月8日警告国会领导人 如果白宫和国会无法提高债务上限 美国将在十月份拖欠国债 一轮数月来一直敦促立法者 在八月份之前提高债务上限 并警告说延迟提高债务限额 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 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 美国找中国帮忙 最后才度过了危机 回过头来 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战略 打压遏制中国 这让中国记忆犹新 中国有句谚语说得好 无故献殷勤 非奸击倒 二是美国面临严峻的国内危机 疫情的再次爆发 使拜登面临巨大的疫情压力 美国疫情危机 历然催生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这使拜登政府面临更大的内部危机 所以美国不得不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主动提出避免中美误判导致冲突 这是拜登政府面临严峻的形势所迫的结果 三是美国打完了所有的反华牌 基本都失败了 拜登不得不与中国缓和关系 从特朗普时期开始到拜登 美国就陆续对中国打出了贸易战 科技战 盟友封锁战 疫情抹黑溯源牌 西藏牌 香港牌 鸟鱼岛牌 台湾牌 新疆牌等 几乎美国打完了所有的反华牌 都遭到了失败 在钱驴技穷的情况下 正因为美国的一句谚语 打不赢的敌人就是朋友 所以拜登不得不主动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对美国 我们还是要听其言 关其行 中美关系还是因了那句颠扑不阔的真理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网 中美是两个大国 既有合作 也有斗争 在斗争中合作 才能合作更稳定 更持久 金灿荣对拜登政府有两个评价 非常大胆而重肯 首先 拜登政府还是以技术官僚为主 他不是一个好医生 好医生应该是大战略家 但现在美国没有这样的人 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 坦率讲需要伟人 需要极其有魄力的领导者才能解决 拜登挺自负的 他想做螺丝服 但我个人直觉 他能力够不上 其次 拜登所用的人中书呆子居多 特别是这一次阿富汗撤军可以看得出来 国务卿布林肯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理论上一套一套的 但行动不行 执行力不行 有点像赵阔 直上谈兵很厉害 所以我的直 绝是 面对美国现在的问题 拜登没有答案 没有要方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强调大国竞争 都在搞一个全政府对华政策 不许正出多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对华战略三分法 合作 竞争 对抗 必须合作的时候合作 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 需要对抗的坚决对抗 其实 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大国竞争 还是拜登政府的大国竞争 基本上都是美国日子好过时 对抗就多一些 面临面临困境 合作就多一点 本质就是竞争式